就是有些國民黨高層認為 李梅貞的程度比他們原本預先設想的還要差 就是李梅貞在表達上對於市政的理解上 都離他們所得到的資訊有一段差距 造成他們現在會去想要去反問 請問莊啟旺還有李乾隆你們把他弄J咖出來 還鬧到高雄市議會一團亂 到底是為什麼 有這樣子國民黨現在有這些來自台北的聲音出來 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相信這些人讓他們下去喬嘛 喬的看起來沒清目秀好稍微挺他一下 可是後來發現講話內容比較空洞 東西不斷的重複講一講去講到現在大家會覺得說 搞不好連議員應該有的水準 比如北部議員應有的這種談話水準都沒有 還不如推個黃紹婷至少還會罵人 所以原則上來說現在有點戲該怎麼演 後面該怎麼演完不太清楚 現在有點尷尬但是不管怎麼樣 接下來這個立院大概戰場會結束 他們還是會移去南部去從事一些相關 包括月底要選議長 然後接下來下個月要投市長 我覺得其實還是會見真章 就是現在的江啟臣團隊能不能夠挺得過 真的還是要看高雄這個部分 而不是立院這個部分 可是他們現在立院一舉成名了這麼多人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明星啊 現在都可以往南部走啊 往高雄走啊 陳玉珍下去站台會比韓國瑜還有用 陳玉珍 呂玲一鈴一咬成名 陳雪森一頂成名 洪孟凱 人生走馬燈 一哭好這個政天下 嗯 有用嗎 我這樣講齁 呃 李梅珍齁確實齁 她的幾個問題啦齁 第一個當然是她本質就不足 然後危機處理能力很差一直硬拗 但她以前畫錯重點 她不要在那邊什麼皮蛋瘦肉粥這些 不要再硬拗 李梅珍應該怎麼樣 她如果有一點點料或有一點點準備齁 其實她錯過了最好的許記點 上一波國民黨在那邊拿鎖鏈啊 在那邊杯葛的時候 她沒上來 她就應該去 好吧 那時候說什麼 因為什麼訂不到車子高鐵都滿的 那你這次總該去吧 也沒去 她如果去 那國民黨也沒找她來啊 她自己就該去 她也演不過陳玉珍啊 我告訴你 她在外面離應外合 她才不會講一點的話 我跟你講她才會講一點的話 知名度一定暴增 聲量暴增對不對 然後在順勢而為 立法院戰場結束後 陳玉珍再移過去 幫她站台 欸 形象你說好不好 這個中間行為不好 但是她現在 但是藍營的士氣會鼓舞出來 好 但江啟臣防 現在的守得住守不住 現在看起來還是守得住啊 最新民調她還有這個 如果投票率就維持在三層四層 她還是有三層 我先問你們啊 你們覺得她有三十萬票嗎 有沒有 袁珍 我們進 我覺得有啊 有有 你覺得有 我怎麼覺得有點心虛的講 因為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 對